監視器畫面上一名男子騎著機車 靠向路旁停放的車輛 鬼鬼祟祟 不知道做了什麼事 一列輛汽車的輪胎全都泄了氣 其中包含小轎車 休旅車 甚至是計程車 也錄一共九台車受害 凶手就是這名騎機車的照姓男子 他疑似手持螺絲起子刺破車輛輪胎 翻案後還若無其事的騎車離開 那為什麼要刺破輪胎 連他自己也不清楚 問他為什麼你要刺破 那他說都不知道 因為他表示他患有 嚴重的憂鬱症 所以他做什麼他也不知道 當時男子就是在這個路口 沿路刺破輪胎 男子到案後向警方公稱 自己不明原因 就是有想要刺破輪胎的衝動 說還車主了解原因後 都表示不追究 那大概我們已經坐了 這個七步的車主 那其他的有的是電話 無法通知到 有的是說表示 這自認倒霉也不追究 在合法的停車格內停車 輪胎卻無端遭人刺破 街頭出現這樣的輪胎刺客 車主停車停的不安心 記得劉亮亨 新北報導 向警方出現 分 triggering 太陽 到 渡